Hello大家好,这边是Jesse,欢迎回来 今天这期视频呢,是我的2022年年度爱用 那视频开始之前呢,也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这期视频呢,是绿色无广的,大家可以放心实用 每一句话呢,都是我的真情实感 那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好,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洗护类的东西 是卡湿的洗发水和护发素 这个呢,是他们新出的一个系列 那这一套产品呢,它主打就是护色,然后修护 因为我头顶上这个黄毛是在年底这几个月新染的嘛 首先我觉得就是用了它之后 头发反黄的那个劲儿会被按压下去 再一个就是在吹头发的时候 我是觉得头发明显的能感觉到它的顺滑 就是跟之前的状态完全不同 然后整个头皮是非常清爽的一个状态 而这一套产品我是觉得非常适合已经染过头发的宝宝们 并且你的颜色呢,没有那么的深 那今年护发产品这一块,我觉得最值得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OLAPLEX的这个6号的棉洗发乳 像头发丝有一些很毛躁的情况 把头发散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小碎发 它是翘起来的 把头发吹到七八成干 你去把它抹在头发的中间到发烧的这个位置 头发吹干之后呢 手在头发上都会打滑的那种 这一瓶呢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你可以第一次用就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 再来呢就是卸妆部分 我今年挖掘到两个我觉得比较小众的东西哈 眼唇卸,我相信你们听一些理肤权呀 美宝莲,慢单眼唇卸这些都已经听腻了对不对 其实我自己也是在努力的去发掘一些又评价又好用的 我终于找到一个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手里的这一瓶Garnier的眼唇蟹 他们家眼唇蟹是有非常多个系列的 我手里这款呢它是强效的可以卸一些防水性的睫毛膏啊 或者是一些强效的防晒 那这款呢它也是一个水油分离的 它油的这个部分呢是一个紫色的 所以说你每次用之前就是把它摇出这种微微的泡沫 像我自己化妆是很频繁的 基本五天里面四天都是带着妆 而这款呢我天天用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吧 才下去这么多 所以说它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大碗 它呢是一个400毫升的 你每天都去化妆的话 这一瓶基本是可以用个大半年是没有问题的 全脸蟹这块呢是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每月爱用物里面的这个Tatcha的山茶花卸妆油 它里面的味道呢也是那种淡淡的非常高级的山茶花的味道 那这款它主打的呢就是卸妆和洁面二合一的 就是你卸完妆之后不用再去叠加洗眠奶这个步骤了 我是比较喜欢用它来卸一些日常妆 就是睫毛膏那种涂的淡淡的那种妆容是没有问题的 一般呢我是使用两泵的这个量是可以够我全脸的 洗眠奶呢是这个老网红的就是CDP的这一款 那是比较绵密的慕斯状的 洗完脸皮肤是会变得非常的柔软 然后感觉整个脸非常的嫩的那种感觉 非常推荐大家去入一款这个洗脸的打泡器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真的是绝绝子 洗眠奶就是把它挤在这个网网的地方 里面加少少的水 不停的这样拍打它之后 你就会获得一瓶满满的非常绵密的泡沫了 还有这套POLAR HAYBAR的水乳套装 颜值大家可以看到是我非常喜欢那种切割面 非常明确的这种高科技的感觉 这个水呢是按压泵头的 它出来的这个质地呢是相比于那种很有流动性的水 它呢是稍微有一点粘稠感的 它补水效果是真的非常好 我有一阵子的皮肤就是素颜的时候没有什么 一旦上了妆之后就能看到这个脸颊这块啊 就有一些小干皮容易卡粉 那用了它之后吧我觉得这个问题渐渐的就是没有了 这个乳液呢相比于它的水哈它是非常轻盈的那种质地 把它用手抹开呢是那种水泰感 它在脸上的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 脸上有一些非常干的这种问题的话 可以去试一试这一套 再一个就是这个精华是Sephora他们家自己出的一个精华 这款精华呢它也是有很多个系列 这个系列是最火的 如果你把它放在两个手指之间啊 就是可以稍稍的带起撕的这种状态 用它的这个阶段我的皮肤的毛孔非常的细腻 这款呢是敏感肌也可以用的 可以让你现阶段的好皮肤再上一个台阶的感觉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亮透 下一个呢也是跟这款精华同时购入的 就是这个Tata Harper的这个面霜 可以把它当成面霜也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用的 整个这个瓶身是一个泵头设计 产品是从这开始慢慢往上用的 轻轻的按压出来 那它上脸之后呢你是能感觉到 它里面有一点点油的那种 那这款面霜就是你刚把它挤出来 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重的植物香气 是很安神的 就很适合在睡前去使用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彩妆部分 那底妆部分我今天最喜欢的呢 是这款兰蔻的精纯粉饼 这款粉饼呢它是一个小金砖嘛 真的名不虚传 个头是蛮大的 包装呢是一个全金面的这种亮面包装 非常的简洁大气 还有就是我非常喜欢它这个粉饼是一个水滴型的 它的粉饼做的也是比较薄的这种一些鼻翼处啊 还有就是眼下这个位置 它可以很好的帮我们照顾到 它这个气垫呢用的是一个双面科技 就是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出粉的这个量 你整张脸的这个量大概是在上面轻轻点两下的这样的一个量就可以了 它出来的妆效是非常清透自然的 遮瑕力大概是六七成的样子 不是特别高的遮瑕力 不是会把你所有的瑕疵都遮得完完美美的 定妆部分呢还是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香提卡这一块 这一块呢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出去补妆的 它呢本身是一个有色的粉饼 我这款的色号呢是shell 那它们家这款的粉质呢是非常非常细腻的那种 这一盒呢我已经用到铁皮了 我现在就是在慢慢的扣着它的边缘去用 还有就是它底下带着个粉铺呢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用 泛起来的油光啊瞬间给它按压下去 脸就变成那种非常高级的融物质感 那遮瑕部分呢今天我最爱的还是这一块各具媚影 那用的最多的呢是这个米色的这一块 它会比我大部分的粉底色号呢都在白一个度 所以我非常喜欢把它用在眼下的这个位置 可以让我有一些凹陷的地方呢立刻的膨起来 我是比较喜欢用手指的温度 把它的那个奶油的质地稍微带出来一点 这一盘我觉得我可以用很多很多黏 它可以给我那种底气 是不是要出一些新的遮瑕还是比不上它在我心中的那个位置 这个单色眼影是爱丽小屋的这个BR401 那我自己日常出行如果需要很速度的画一个妆容的话呢 我就会用它单独的去叠加 因为我自己的眼睛呢是稍微有点突出的 所以说我对眼影这块很基本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它要消肿 它的消肿能力真的非常棒 那与此同时呢它会给我们的眼皮带来一点淡淡的血色感 这个是我觉得日常妆里面非常实用的一款颜色 很焦滴滴的那种感觉 非常好用 接下来这一盘眼影呢 是我最近用的最多的一个盘 就是Desic的这个10号盘 在韩国化妆师是人手一盘的 帮你打造那种非常裸透的那种女团妆的感觉 首先它的雾面颜色呢是有五块 其中一块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深色的眼影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眼影线去使用 它是一个对新手非常友好的一盘 还有就是它非常绝的这四个闪片色 最亮的这个颜色 你可以把它当成牛郎和月光石的那一块的平替款 它出来的感觉也是那种非常有水泰的光光的感觉 而且它一共有九个颜色 你可以随意的去搭配化不同的眼妆 接下来呢是Tom Ford这一块35号色 它也是一盘可以把你的提亮还有眼影线 包括眼影的颜色全部融合在一起了 这一盘呢也是一个日常盘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通勤 就你每天都去画同样的眼妆 也不用纠结说哪个颜色配哪个颜色 它的一个最基础的颜色呢是一个雾面的水蜜桃色 但这个水蜜桃色里面它会有淡淡的灰掉 也是非常消肿的 这个金色的绸缎色 眼睛提亮的部分它可以让眼妆更立体一点 那这个稍微大一点这个闪片 你看它是淡淡的这种灰掉的颜色 它是可以给你的眼睛带来一种很高级的闪片光泽 最深的这个颜色你可以就把它当成一个眼线啊 它会比我刚刚说的Desic那一块最深的颜色呢更深一点 推荐这款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实用 就是不是那种你吸血来潮用两次就会闲置的那种 好接下来是修容 修容我相信你们已经想到了吧 就是毛哥平的这一块修容 那如果你用过Omega的那一块呢 这款我觉得不管是从容量上来说 还是说它的调色方面都会比Omega的那一款更优秀 那这款呢就是你可以很快手的就画一个非常立体的小鼻子 你除了可以把它当成修鼻子的鼻影以外呢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面部的大面积的修容去使用 面部修容刷呢都会比较大嘛 这盘的大小就是很好可以放下一个修容刷的这样一个大小 它里面的这个量呢还是蛮多的 接下来是眉笔 眉笔在今年我最喜欢的是这个Excel的这一支 颜色呢是PD05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调色太适合我的这个发色了 有眉笔 然后这边也有刷子 中间呢也有个眉粉 如果你喜欢那种前面比较淡 后面有过度的这种眉眉毛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眉粉呢放在眉头 眉笔呢去勾勒一下眉位的位置就好了 眉笔的质感很像是植村秀的那一款 砍刀眉笔 因为它是比较硬的那种质地 可以很好的让你去勾画很多遍 然后它出来的妆效还是淡淡的 这支我应该也用了两三个月了吧 它里面还生这么长 量还是蛮多的 眼线部分我想来想去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个 多种画法的一个眼线叶笔 就是橘朵的这一支 可以用它很好的画出那种很锋利的眼尾 还有就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那种下睫毛 里面出水的这个流畅度呢也是非常的好 不会有什么断点啊这种问题 这支我也用了呢有两三个月了 它的这个笔头呢也没有说散开啊 液体眼线笔所有的要求 它基本都可以达到了 没有什么缺点 接下来呢是睫毛部分 电烫睫毛器 然后它也是一个USB插口 是可以充电的 充电速度也非常快 那你把它打开之后呢 它是一个类似于睫毛刷 这种弯弯的这样一个弧度 分别是有两个档 按一下开机 有一个中档有一个高档 再按一下呢就关机了 那这款我觉得你用低档 基本是可以把你的睫毛烫出来 那种太阳花睫毛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大家手底下 有些睫毛膏是容易结块的那种的话 你就可以用它的温度 稍微往下带一下 梳成那种根根分明 一个非常干净的那种睫毛 再来呢是腮红 今年给大家推荐的腮红是 3C的这块 Slide Slowly 这个是他们家新系列腮红里面 我最推荐的一个 上脸真的非常的少女 它可以让我们脸颊这个位置呢 有一种非常红润的蓬蓬的感觉 它整个旁边的这个颜色呢 是鼓起来的 像一块小面包一样 打开之后 它这个盖子这边呢 是一个浅粉色的透明的盖子 高光今年呢 我又用回来这块老网红 就是Bobbi Brown的这个Pink Glow 这个颜色呢 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非常非常爱的 就是恨不得全脸去点 但是后来呢 就是因为市面上又出来 很多其他的高光色嘛 感觉想试试新的东西 那最近呢 我有把它拿出来用 这个盒子其实已经坏了 那它里面呢 是一个五花肉的这个质感 米白色的珠光 也有种粉色的珠光 它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上脸之后啊 它就是有一种 亮亮的粉粉的那种光泽感 如果说大家是那种经常化妆的话 这一款我相信你们 可能也是人手一块了 但如果说你没试过这个颜色的话 我真的按头按力 一定要去试一试 接下来呢 是Uniclub的这个液体眼影 我手里这支呢 是二号色 给它点在眼睛啊 或者是鼻子上啊 可能傍晚的时候出去呢 你的妆容啊 就是要有一种氛围感 或者是那种音乐节啊 party啊 它就非常适合 当成一个亮片小点缀 点在鼻尖啊 眼头啊 这些位置 它是比较存在感 但它不会觉得你整个妆容 哎 怎么那么夸张 那么庸俗 不会的 虽然说它不是那么的日常 但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场合 你就可以用它去画一个 比较特别的妆容 好 那今年的口红呢 挑来挑去 我就挑出了两只特别的颜色 第一支呢 是CT的这一支 Stone Rose 这个呢 也是一个网红啊 它的包装呢 是一个这种圆柱形 很像是那种 罗马建筑里面的那种 大圆柱体 它呢 是一支非常提气色的 焦糖奶橘色 这支上嘴 真的特别显皮肤白 质感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 很顺滑的 添加了淡淡的棕色调 所以会显得 这支橘色的口红 怎么那么的有气质 很活泼 很灵气的一支颜色 还有呢 就是Chanel的这支 黑管唇 也有75号色 这支颜色呢 它是一个棕色调的豆沙色 这个颜色真太适合秋冬了 这支的质地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种丝滑的奶油质地 我自己的唇部呢 是唇纹比较深的那种 但这支上嘴之后啊 真的非常顺滑 你所有的唇纹呢 都可以一抹即平 它不是说完全就看不见了 当然就会显得 你这个整个的唇部的状态 非常的好 上嘴之后呢 它是有淡淡的光泽感的 成膜也是非常快的 它非常适合你穿那种 泥子大衣啊 风衣啊 或者是西装外套 非常有质感的一支颜色 以上呢 这是我的 2022年年度爱用了 那这支视频应该是我的 2022年最后一支视频 然后在这边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 提前跟大家说一个新年快乐 那在2023年呢 我相信我们身边的一切 或好或坏的事情 都会越来越好 好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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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